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重裝戰機在台上市至今已經半年了 經歷數個更新 幻神陸續崛起到現在EVA的極有之力大爆色 大家知道嗎? 其實台服重裝並不是每隻角色都有正確的實裝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讓薩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些被閃一遺忘 至今還沒有在台服登場的角色吧 也算是叮嚀原廠 請他們如果可以的話趕快實裝這些角色吧 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拜託拜託 想抽中SSR的話就趕快按下訂閱和小鈴鐺吧 另外如果你喜歡無課玩遊戲 想看各種無課打到高進度的影片 那肯請訂閱我們的副頻道哦 都按好了嗎? 那我們就繼續吧 其實薩克不知道是閃一忘記了 又或是這些角色其實是各版本限定的 但照常理來看 這些角色不論是阿卡超級業務 或是SR業務主任 其實都應該是遊戲原創的角色才對 這些角色雖然沒有太過於突出的能力 但是對於收集慾望重的玩家 或是有專心在討遠征的玩家感的差非常多了 第一位就是我們的洛拉 Aka 機娘 機械奶子 這隻角色是薩克非常想要的一隻角色 絕對不是因為四號唷 那對男人的負擔也太嚴苛了吧 你懂了 洛拉作為一位阿卡的 呃... 人造超級業務員 對 她其實只有非常平凡的技能組 一號技能的殲滅模式 說白了就是諸多阿卡射擊角色的彈幕射擊 稍微有特色的地方是四號技能自身帶減傷 算是一隻很普通的角色 那為什麼說她沒有在台服登場其實很可惜呢 原因就是她有遠征大成功技能啦 在小紅國區域跑業務遠征時大成功機率加10% 這是非常強且幾乎每個遠征隊都必備的技能 台服少了洛拉 在調配遠征隊時人選就少了一個 真的很可惜喔 再來第二位是我們的基拉 一些無良的玩家常常會把她的名字兩個字顛倒著念 我就是其中一位 身為一位阿卡的超級業務員拉基 阿不對不對 是基拉 她是小紅國的黑市商人 技能組也是非常的平庸 而由於乳量不及格的關係 或許也導致了她真的被遺忘了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基地車真的很缺勞工啊對不對 所以因為收集慾望和冠老闆性格發作 多了一隻角色可以在基地車裡面打雜 我覺得也是挺不錯的啦 好啦 其實她後來出的時裝挺可愛的 你以為只有阿卡的超級業務會被遺忘嗎? 錯了 連SR業務主任也會被遺忘啊 第一位被大家遺忘的SR業務主任可以說是大人來頭的人物 她是健康快樂每一天的副隊長帕特利西亞 在一次小黃國的人造人實驗中被炸斷了右腿 導致她日後終日殘疾 也因為這樣讓身為她好朋友的弗萊威亞 從此對小黃國產生了厭惡和罪惡感 最後跟著她一起叛逃了小黃國 帕特利西亞是一位轟炸基師 技能組簡單暴力 但是相信以現在的生態她應該也是上不了場面 事實上所有技能平用的基師真的都要仰賴天賦系統去特殊化他們 否則真的沒有上場的機會 多了一個血量低於30%時會減低所有傷害45%的坦克型技能 讓這個角色十分的尷尬 但是她有非常實用的遠征技能 就是小黃國遠征大成功機率10% 雖然大家根本不會去小黃國跑業務 但可能也是因為少了帕特利西亞導致小黃國遠征隊組不出來的緣故 雖然是一隻非常可惜的角色 但是各位有沒有察覺到這隻角色的優點呢? 對!就是大好不好 第二位SRU主任可以說是比前面三位都使用的多 她也是一位擁有一體肌的基師 可是她跟殭屍妹同一個尿性 就是裝了一體肌後反而比散裝還要弱 但她的一體肌軍火狂的衝鋒槍卻是新一代的回能生兵 她是利 是小藍國賞金獵人團的一員 說到這個賞金獵人團 在重裝戰機的世界觀可以說是 站著不雅於其他傭兵團的地位 因為他們同樣都會被南半球克里斯蒂娜征召去執行一些任務 這點從利的專屬副本就可以得知 她更是一個不擇不扣的工作狂 性格豪放 為了完成任務可以不擇手段 且擅長各種武器的使用 可以說是真正的武器專家 這點從她的專屬機體 軍火狂就可以完全體現出來 這一切的性格都來自於想要找出兒時的殺復仇人 算是一個人設和立揮都極具風格的角色 但是台服出了她的專屬副本後 卻沒有實裝這隻角色讓你感到相當詭異 希望閃逸真的不要忘了這隻有趣的角色 她還有出現在全新的動畫TV中 最後一位SR業務主任 也是名被遺忘很久的角色 但她的技能組其實非常有趣 甚至能用她來開發出一些有趣的打法 她是菲尼克斯 是小皇國克利斯塔將軍的部下 這個角色最狂的地方就在於 她的技能組幾乎讓她可以不間斷的失望大絕 而招式技能女相當的熟悉 當她在攻擊被標記的敵人時 會增加自身的能量、恢復速度 4號技能也被動給回能 所以她的大絕就可以一直歐拉歐拉 不間斷的失望 對 大家想到了嗎? 如果這隻角色配上最近初號技的全套 真的 真的就是這遊戲裡的白金之星了好不好 這麼有趣的角色 真的希望在台服能早日實裝 最後你以為只有DC有度的角色會被遺忘嗎? 這樣想就大錯特錯了 各位有沒有記得有一隻SSR業務經理 她在經過數個更新後 一直都沒有出現在台服 沒錯 就是我們使用大神功替身死者的帕蒂啊 有關帕蒂的技能和實戰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薩克之前的最期待系列 都已經出了這麼久的影片了 同期被我推薦的其他人 諸如壞壞妹 都已經被放出來了 就怕第一個人被遺忘 估計她已經哭暈在廁所裡了吧 以上就是所有在台服被遺忘還沒有登場的角色 希望原廠能夠早一點 將他們陸續實裝的台服 不然其實少了他們 真的能玩的東西也不多了呢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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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 有